姜蘭 morally 黎皇时 前尾 多 trajectory 可憐 和娘 胖 麦れて 姜蘭 她本来有一种 很严重 偏族 其 та 這種瓶,如果說荷菇瓶,會說起來很麻煩 荷菇有時候發作起來,荷菇大開窗 那些瓦鮮天的、瓦鮮天的 那些瓦,你說遺傳症之後 那些瓦出事之後 一四人就主定說 都這樣賣出一個定時長大 不知道當時在復職 等於這種瓶發作的時候,生苦瓶 如果沒有人在那裡 有可能有這個生命危險 過去他們這對老婆感情好好的時候 有生死背負在生苦瓶 那苦瓶發作的時候 馬上就有人背去背影 但是現在他的老公已經躲在 白雷如人的懷抱 他的老公沉醉在白雷雲上 只聽新郎笑 已經是不問古人靠路 不管他的死瓦路 他就親自在這裡 沒有人關心被人崩潰的流浪狗一樣 他這種瓶,照理說 不能吃酒還在吃粉 偏偏他沒辦法 沒靠到粉酒來麻醉自己 來賣給你所有的痛苦 有一日,他的瓶發作路 他知道沒有人送他去背影 他不知道效果會變成怎樣 他打電話去給他老公外面那個女生 在電話中,他苦苦愛求 他跟那個女生拜託 他說拜託,我這個瓶發作 我要拜託你,讓我老公回來 他來背我去瓶她 拜託拜託 他說他很辛苦 無論如何,請我的心情來聽一下 結果呢 那個女婦斷然給他鼓掌 不傾就不傾 在電話中,他又說了很多 跟他照顧他 可以說是無到半天的這個動情心 這個太太 這個時候完全都瓶子 他想不說這個世間 怎麼會這麼瓶子 讓他都沒用 然後再瓶子 就這樣 這個太太 一時 喝來賣掉 當年的晚婚 整個步伐出來 他想不開 他覺得人生 已經沒有什麼人 又一天流亂了 一方便 他不願這個女婦 來破壞到她的醫生 連到一點點 良心的科技都沒有 連到一點點 做人的技巧都沒有 最後 這個女婦 他猜出的 遇時俱悔就是 兩百九雄的結果 她從來結束到她的生死 外面面的女婦 當然 她也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神聖太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